中国演员周立波遭律师莫虎起诉诽谤 莫虎过去曾担任周立波在美国涉及的持枪藏毒案的首任律师 今日反转立场从辩护方转为原告 在美国的当地时间14日向纽约高等法院提交了诉讼状 莫虎在诉讼中要求到对周立波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少于1000万美元 并且要求周立波撤回诽谤的言论公开的赔礼道歉 周立波和莫虎的私人矛盾最近在媒体上纰漏 立刻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一时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 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莫虎才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迅速的反应 用法律手段对周立波进行还击 莫虎没有表示是否也将周立波的妻子胡杰列入被告 但有鉴于胡杰和周立波夫妇两人都曾在媒体上攻击莫虎 所以不排除胡杰也将是被告之一 周立波打赢官司回到中国后 与原先跟他站在同一战壕中的辩护律师莫虎反目成仇 透过媒体攻击莫虎的职业超手 声称为了榨取更多的律师费 莫虎故意地将案子复杂化 将本来就应该撤案的案子拖入陪审团的审理阶段 周立波在辞去莫虎过后 聘请了三名白人律师为其辩护 他声称这三位律师的律师费加起来 只达到莫虎律师费的一半 周立波声称他已经向纽约州的律师监察委员会 投诉莫虎的职业操守 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还没有上告到律师监察委员会 周立波和莫虎各自的律师有书信上的往来 双方仍然在讨价还价之中 此次莫虎提出了民事诉讼 相信将为此案扑朔迷离的内幕 披露出一点真相 新闻事实报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